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又回來啦 雲夢露的時間 遊戲不知不覺也已經開服一週了 這部影片主要想跟大家聊聊關於陣容的搭配 第一部主要就是聊聊微笑我目前在玩的蜀國 星月規劃 隊伍搭配 還有神兵的進階順序等等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GOGO 好的 首先我們說說最大的重點 蜀國紅將的選擇 有諸葛以及趙雲 微笑我會比較推薦大家可以前期玩諸葛為主 主要在於諸葛他的技能是屬於AOE的 隨機攻擊三個單位 對方六個人都有機會打到 其他的機制包括 掛上技能之後 會有45%的概率 再追加一次攻擊 這個攻擊就是屬於星象 可以造成技能一半%的傷害 大約是48% 後續的身心都是圍繞著追加普攻 技能 還有星象傷害為主 總的來說 諸葛就是一隻非常多動的角色 剛好完美配合了蜀國的聯西機制 像是神兵的能力 擊敗目標 可以再追加一次普攻 還有四星 擊敗目標後 回復自身兩點的怒氣 最重要的質變是五星 只要觸發星象之後 就可以再次行動 這個行動 和我們的聯西效果觸發是一樣的 如果是普攻的話 可以回復兩點怒氣 那行動在當下有滿怒 就可以再直接施放一次大絕 所以五星是諸葛亮的關鍵 那六星也蠻重要的 可以讓觸發星象的概率穩定的提高至64% 接下來我們看到蜀國的第二位紅將趙雲 技能是屬於攻擊中牌的 係數比諸葛來的更高一些 那特殊能力 可以獲得兩成的龍膽 普攻還有技能傷害都會有所提升 並且是持續七回合 這個七回合基本上可以算是整個戰鬥過程都會提升了 效果還可以疊加七次 單論技能所造成的傷害 趙雲肯定是更高的 不過有個重大缺點 那就是攻擊敵方中牌 對方會根據你的站位 像是目前的兩大PVP 陣營競技 還有龍爭虎鬥 都是可以隨時調整站位的 對方只要把一個坦克單獨站在一排 又能夠非常有效限制住趙雲的輸出空間 再來是關於趙雲的神兵 還有身心的機制 也都是圍繞著龍膽做出發 像是神兵效果 觸發連襲時可以獲得一成的龍膽 還有四星的效果 每擊敗一個武將 也可以獲得一成龍膽 這也就意味著 趙雲要活在場上的時間越久 所造成的傷害 才會有所提升 那由於目前是前期 趙雲存活率並不是特別高 相關的紅色錦囊 又或者是說坦克所分擔傷害的錦囊 大家都還沒有到手 趙雲前期的效果 並不會來得比諸葛好 再加上本身這個技能 非常容易被限制 像是諸葛隨機攻擊三個人 就非常有機會打到對方的輔助 又或者是說後排 因此就以前期來說 我還是會比較建議大家 紅匠優先選擇諸葛為主 一路升到六星 五星會開始發力 那當然是真愛檔 選擇趙雲也是OK 並不會到說真的不能玩 想要玩也都是OK的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黃中 就是一隻單點的輸出 開局就會贈送了 他的缺點是在於 還沒有升到六星之前 就只能單點 必須先打敗敵方的前排肉盾 才可以切到後排 直到了升到六星 才會變成可以優先攻擊血量比較少的目標 由於開局就有直接贈送一隻 再加上是有課金的玩家 累出也可以選到不少 所以黃中還是可以加減練一下的 在大家的這個諸葛亮還沒有培養起來之前 黃中甚至可以當作主C 不過等到終期 黃中注定會換下來 所以微笑我就只是單純的升到三星 目前差一隻而已 是有機會升四星的 並不會優先把他擺上心願 否則我會覺得有點浪費 還是以坦克還有輔助為主 另一隻助龍 同為黃中都是屬於開局就會贈送一隻的 那跟黃中對比在於 他沒有這麼多可以追擊的手段 只能靠觸發聯西才有辦法造成追擊 否則行動次數 不如上述所提到的諸葛、趙雲還有黃中等等 那再來第二點 他的技能看似非常的好 技能攻擊必定暴擊 但這就完全浪費了蜀國相當重要的專屬儀能 破陣金雷 在聯西狀態下攻擊必定暴擊 等於說只要給黃中、諸葛還有趙雲 裝上破陣金雷之後 他們不論是普攻還有技能都必定暴擊了 導致助龍必定暴擊的這個能力 顯然沒有這麼出色 緊接著我們看到漏盾的部分 第一馬超最適合蜀國的漏盾 不但本身坦度就是一流的 也可以坦其他隻武將 他的技能可以為我方增加這個傷害減免的護盾 神兵升到加25之後還可以提供回血的機制 相較之下 另一位坦克魏炎就顯得沒有這麼出色 他主要是降低對方攻擊最高三位武將所造成的傷害 比較重要的點還是在於四星的效果 魏炎是提升生命上限20% 那我們可以看到馬超 馬超是提升傷害減免20 相信有玩過這類型遊戲的玩家都知道 傷害減免越到後期是越好用 生命加成是遠遠比不過傷害減免的 本身坦度就有一定的差距 接下來我們聊一下奶媽 蜀國的奶媽真的沒有這麼的好用 比起其他國家 像魏國的新憲英 又或者是說吳國的不戀師 蜀國的奶媽 奶量真的是沒有這麼驚人 硬要選的話 還是建議大家優先選擇張心才 前面幾支影片也特別說過了 他是回復兩名武將而已 回復倍率是高出許多的 張心才還是蜀國的奶媽首選 那當然不想用奶媽也沒有問題 微笑我之後就打算把奶媽下場了 至於其他的輔助武將 有徐術、法陣、還有龐統 這三支剛好聯繫著輔助、奶媽以及我們的輸出 因此一定要上場的 那就是徐術了 有輸出才是最大的關鍵 不但是聯繫諸葛、黃宗又或者是趙雲 那龐統也是可以考慮上場的 至於法陣就沒有這麼必要 因為剛才微笑我提過了 奶媽在蜀國並不是說特別重要 萬一憑張心才甚至可以不上 理所當然,法陣也沒必要上了 對了還有一隻武將竟然忘了提 那就是我們的姜維、姜天帝 其實我覺得姜維的技能機制也都是相當不錯 跟黃宗可以算是丙尖 都比祝榮來的好 那最大的缺點就是開局我們選擇蜀國是不會贈送的 只要獲得黃宗還有祝榮 以及有儲值的玩家後續的壘處禮包 可以贈送輸出類型的武將 也無法選到姜維 所以姜維的養成注定就是比黃宗更為困難 而且這三隻輸出後續都會被換掉 因此最簡單的還是職業養黃宗 整體來說會更為平滑 除非真愛黨,再來考慮姜維 那麼以上就是關於蜀國自身陣容的武將分析 除此之外,蜀國還是一個非常適合混搭的陣容 後續都要走五寶一 所以其他陣容的輔助 只要是有光環的角色都非常適合蜀國 像是魏國的曹職 本身的神兵就是一個光環 還有五星六星,加起來是三個光環 那隔壁的曹聰也是相同的道理 上陣武將傷害減免 然後暴擊率提升跟傷害提高 這也是三個光環 再加上他們本身的技能 都有加怒還有減怒的效果 再來我們說到吳國 吳國也有兩個光環的角色 第一是孫上香 他本身也是提供了兩個光環 上陣武將傷害減免 還有上陣武將傷害提升 這兩個光環也剛好是最好用的光環沒有之一 第二隻孫魯斑同樣也是兩個光環 上陣武將傷害提升 還有上陣武將傷害治療的效果提升 對比香香就沒有這麼好用了 那主要的重點在於 他可以清除漏盾還有治療類型武將的枷鎖 如果我們想要上陣孫魯斑 就必須上陣周泰 又或者是說 你們想把周泰作為蜀國的坦克 那就必須上孫魯斑 周泰可以說是全遊戲當中 目前除了孫權之外 最坦的坦克了 相信各位有遇過無國的指導 這個周泰根本都打不死 因為他本身就有一個索寫的機制 最後還有遊戲當中 也是非常奶的奶媽布練師 當各位在蜀國當中 上了周泰還有孫魯斑 再補一個布練師 就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無國循環 竟然都說了這麼多 接下來就跟大家聊聊 具體的陣容要怎麼搭配 首先是一個主C 不論是諸葛 又或者是說趙雲都OK 再來是一個坦克 大家可以選擇馬超 又或者是說剛才所提到的周泰 最後則是輔助 趨速一定要上場 像說這三隻就是蜀國的玩家 必定要上場的角色 至於剩下的三隻 就以微笑我為例 黃中可上可不上 由於微笑我是有壘除的 水本身就拿到不少 大概可以維持個三四星 等到之後換掉 那當然你們也可以選擇升滿六星 這樣前期會比較強勢 又或者是說 選擇前期稍微挨打一下 直接上一隻輔助類型的光環角色 為中後期做準備 那關銀瓶是會一開始歪到不少 我完全沒有特別抽 竟然就已經升到三星了 當微笑我把馬超還有徐樹 都升到六星之後 關銀瓶跟黃中 我就會換成曹擲跟曹聰 這兩隻是全遊戲當中光環最多的 那後續的陣容大致就已經定型 那你們是想像周泰的玩家 剩餘三個位子 就剛好是布練師 孫魯斑 還有孫上香 以上就是關於數和的一些陣容搭配 主要還是前期來什麼角色比較多就直接玩 這樣養起來是最順的 那關於升星的順序 紅將選擇一隻一路升到六星就行 那成將的話 會建議大家徐樹還有坦克 不論是馬超還有周泰 優先升到六星 那在升到六星之前 其他的光環輔助武將 也可以考慮提前穿插升個二到三星 畢竟二到三星所消耗的武將是比較少的 舉例來說像是曹子二星就開啟了傷害減免的效果 還有吾國的香香也是如此 二星本身也開啟了一個 關於上陣武將的傷害提升的光環 這都是屬於一二星就有不錯的發力效果 最後說一下關於蜀國神兵升級的順序 第一把一定是諸葛又或者是趙雲 升到加二十五 畢竟是主C 那有玩黃中的玩家 第二把可以選擇黃中 就是你們打算把黃中升到六星 那微笑我是沒有打算升到六星的 所以黃中的神兵在我這隊可能是排行到最後 那第二呢選擇的就是徐速 因為徐速他本身加二十五 只要觸發連西就可以增加傷害 不論是諸葛還有黃中都可以吃到這類的效果 趙雲也是如此 那第三把 如果你們確定馬超在每一個回合都可以很順利的 開啟三次技能 讓傷害減免的護盾達到三成 可以選擇馬超 如果不行的話 這個神兵在前期就沒有什麼作用嘛 開了等於沒開 可以開到其他光環角色 不論是龐桶啊 又或者是說其他的 潮池潮充 布練師 還有我們的香香等等都OK 過去的升級順序就會比較靈活 大家可以根據自身的PVP環境而定 那麼本次的陣容分析介紹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可以考慮加入官方的DC群 跟其他玩家一同討論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